蟹宝王为何如此诡异 派总脑瓜子长大脑长 竟然在给幽灵卖蟹宝 整个蟹宝王正在被巨型海绵翻炒 这集我保证绝对下饭 你们小时候也像小海绵和派总一样 趴地上研究天上的云像咋玩是吗 这时突然飘过一瘦大船 出场坐在BGM部署 还有天空遮得绝黑 落地一吵派总行子 撑死就是个糊弄小孩的假海盗船 他非得进里面掌掌箭矢 俩人家起来还没炸的高呢 费剑巴拉爬到船上 派总身上一百斤肉 九九斤都是胆 四处撒么成好戏了 旁边的小海绵快被里面设施吓破胆 这都是什么吓犯的牛马啊 幽灵海盗正可最里面弹琴呢 咱也不知道今天派总咋的了 上去那个人嘴巴一开 这满嘴胖臭的给他还熏够像 该说不说派总真想问问 老铁在这行的上哪刀着的 莫非他俩走进了最近心海的 会靠死会唱歌的披萨屋 派总还当民的上脸 掏出高门玩鼻眼里塞 讲话来吧 该我们唱首歌做出兴 最后的小海绵脸面下的撒摆 一个不用两个不用的 说不是眼前的 可是真正的幽灵海盗 海绵宝宝和派总的灵魂 竟然被天降的幽灵海盗夺走 费这么大劲 就是为了让他俩跑个腿 幽灵男团现场开卖 该说不说这摄影技术 以及幽灵男团唱调整齐度 内娱可得好好学学 幽灵海盗整那套下无人的晚上 派总讲话 一个卖披萨的都这么花扎了吗 瞪大眼睛好好瞅瞅 这披萨上面可都是鱼肉啊 太等这回可信了 有点友情 但不多 兵灵海盗不用想为难他们 他家工厨房垫片坏了 以他俩的灵魂做浇灌 好想让他俩帮他买回来 要是24小时内回不来 下面他俩灵魂可就不能归位了 吓得这哥俩出了海盗船 赶紧吃个兵灵鸦鸦井 然后撒腿跑到戏宝王 他俩大手朗堂的没人信 直到看见小美眉手里的古金币 大老谢眼督的直眸光 立马决定跟小美眉一起 会会这帮幽灵海盗 顺便呢 山地和老张一起 不过我只想拿回灵魂 只要有钱谁还要灵魂 刚上传 大老谢就抱着这箱金币一顿亲 二话不说这咔咔老四在里催 这要拿最后一个时 太碎头了动土胆不小啊 你敢相信吗 谢宝王坚成了幽灵的地盘 饭肉饼得连带着谢宝王一起周个 小美眉赶紧把电片交给他 这才知道 其实根本没拿他俩的灵魂 挂到瓶子里 装的是跑味的橙汁 这一头大老谢他几个 早就扛前代的准备跑路了 刚一开门 这部黑胡子的黑洞吸进去 紧接着叛走 大老张也没能幸免 进入一个黑暗世界 尽管里都黑了咕咚的 只要有钱作伴 老谢绝不孤单 而老张的报应永远都是小海眠 关键时刻还得去山地 噎了个吸尘器哭哭就把这仨王全击出来了 紧接着这帮人开始抢员的大乱斗 得快向一边眼睛间 好家伙 这项金币 原来的主人是飞行荷兰人 幽灵海盗是飞行荷兰人的船员 这一步属于坚守自道了 跨起来的刚落 下面就给飞行荷兰人致电 现在就一整个小物件大物 不通宽还我已经 还敢把他按在地上磨擦 老爹爷都看不下去了 就在此时幽灵海盗的引擎失火 飞行荷兰人化身鱼雷 一个天教正义 咱就是说 还是麦歇宝的声音好转圆子 连幽灵都来站边 这俩松开 观音走好